ok 刚才啊 返回匿名对象的第一层 第一个点 大家讲完了 这个点是属于什么呢 这个函硕的返回值是一个元素 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得结论了 结论 函硕的返回值是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是复杂类型的 对不对 复杂类型的 那这个时候啊 吸压变运器 因为你看可能刚才这个学员问 那为什么会返回一个 为什么会会返回一个逆运的项 第一 吸压变运器 做吸压变运器这一帮大牛们就是这么设计的 啊 只是他就就是这么设计的 我现在给你把这个原因给你找出来了 这个现象给你分析出来了 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么设计 那我给你简单解释一下 因为你这个函硕 写的是告诉人家要返回一个元素对象 所以说他就给你返回了一个元素对象 那你可能会问 老师 他为什么不把A给我返回出去啊 因为A是局部变量 他给你返回出去不是有问题吗 所以有鲜变运器啊 他就 给你返回了一个匿名对象 是吧 结论 函硕的返回值是一个元素 返回是返回的是一个新的匿名对象 所以说 所以说会调用 所以会调用 会调用匿名对象了 你的革命对象了 所以说会调用 所以会调用匿名对象内的拷贝勾造函数 是吧 这一项跟加的清楚了吧 这个说完以后呢 下面我们再分析有关匿名对象的缺和流 这一次讲完了啊 下面会讲什么呢 你们对象的缺和流 这点是哪里啊 好多朋友在这样再跟着 那我们怎么搞呢 我们这么搞 我们看就看怎么去接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我再给你打电场景咯 这样打电 三可以吧 我怎么接呢 我这么去接 这个接是 呃 来个M吧 好吧 来个妹妹吧 把哥给给妹妹吧 然后呢 哈哈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是不是把匿名对象 直接措施化成M了 哎 注意了啊 按照道理 是不是按照道理 这个匿名对象 会再重新调用一次 这个拷贝勾造啊 因为这个匿名对象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匿名对象就转正了啊 明白的意思吧 哎 这种情况啊 我们结论啊 这个时候匿名对象 用匿名对象 说实话 M 对不对啊 这个时候啊 此时 此时 西加编辑器 此时 西加编辑器 我们研究 编辑器 这帮大姐们是这样做的 他直接把匿名对象 转成M了 相当于辅证了 对不对 从五名变成有名 是吧 相当于辅证了嘛 相当于辅证了 从五名 从一名 转成有名字了 转成有名字了 是吧 名字就是M 他这样做是不是相当于 提前牺牲了内存 加快了西加编辑器的执行速度啊 啊 为什么说早期的版本卖 卖就卖在这里啊 这是一个主要的卖的地方啊 这样做的目的是 你 你这么一定义函数 西加编辑器那一帮大姐们 他们就认为 你这么一写的西加编辑器里面 这一帮大姐们就认为什么 你就是让我给你返回一个新对象的 只不过这个新的对象没有名字而已 是吧 你这么写代码 西加加设计 你要站在西加编辑器 角度就说个问题啊 设计 设计 编辑器的 大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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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想啊 他这么想 就是怎么想呢 他就这么想 你这么想 我就给你返回一个新的对象 我就给你返回一个新的想 返回一个新的想 返回一个新对象 搞定 这个新的对象 这不是没有名字啊 所以说匿名的想 没有名字 那匿名的想吧 没有名字 匿名 对象 搞定 这个匿名对象一出来以后呢 就看你怎么样去接这个匿名对象了 如果 你直接用匿名对象 搞成M 那就转正了 那相当于西加编辑器也吸收了一个内存呗 现在就吸收呗 但是他速度提高了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就是这样了 那下面他们打一句话 那这个匿名对象就不会被吸收了 对不对啊 使用啊 然后掉一句话吧 M点 这里边有个Gas X 搞定 啊 不会 只会掉一次 扶正 给他扶正了 嗯 这样 这样我们可以跟一下吧 对不对啊 那我们 加大量 那这个的话我再写一句话 你来扶一句话 呜 我再写清楚 匿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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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扶正 是吧 然后呢 不会 吸鼓掉 是吧 是这样吧 嗯 那你 我们可以测试来吧 对不对啊 你看他会不会掉吸鼓感受的这句话 这句话听完以后 会不会掉吸鼓感受的对不对啊 啊 对他看我们就看他会不会掉两次吧 对不对 那好了 我我我我这还要用我改改啊 改他 改他吧 嗯 我去编一把 他不就加大量 搞定 他基本上 不会吧 哦 你点上吗 执行F11进去 那这个时候你看呢 先执行隔着函数吧 F11进去 执行和隔着函数 先掉第一次 有参构的函数 掉了 这个是我们已经跟过了 然后Rating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匿名对象 会掉用这个匿名对象的类的 拷费过车还弄也是过车还弱 说多少遍了啊 啊 走 咱还有睡觉了 啊 没有啊 啊 啊 这个时候 拷费过车还弄有了吗 还没继承呢 F11进去 这个时候 执行了拷费过车还弄 执行完拷费过车还弄以后 然后呢 这个时候要吸过对象了 吸过把那个 把那个A就不见了 吸过掉这边 F10 F11进去吧 是吧 好了 A没吸过 看见吧 这场情况不一样了啊 这个时候你看啊 看好了啊 哎 一个对象吸过了啊 你看这个不是一个对象 D sorry了吧 A A D sorry了 这个A没了 现在匿名对象还存在着 对不对 匿名对象还存在着 匿名对象还存在着 这个时候把那个匿名对象 就这个时候看 刚才那个匿名对象 是怎么样传给M的 对不对 是辅证了 还是说又掉了一次 考虑过车还做 那F11 F11 你会发现 啥也没执行 辅证 就把这个匿名对象转成M了 他意思就是 现在怎么变成了负责 负责 负责 就把这个匿名对象 就是把这个匿名对象重新 直接转成M了 他这个时候 不像那个 第四银行 或者就是 他给他吸过 然后就没有 对不一样 嗯 对对 你看这个匿名对象 现在用匿名对象 戳上M吧 直接这个匿名对象 就转成M了 他没有掉 他就这么设计的 他就这么设计的 啊 对啊 匿名对象嘛 我一定的就没有什么好说 啊 他就这么设计的是吧 因为他直接把这个匿名对象 你他一开始和匿名对象 因为他为什么 他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西洋面器 不知道你怎么去接这个匿名对象 但是呢 他提前浪分这些层 把这个对象给搞出来了 看你怎么去接 对不对 这是第一种接法 F10 你要接以后 这个匿名对象 就存在了 这个匿名对象 是不是就没有被吸过一样 说明这个匿名对象 你看我提起完以后 匿名对象 还存在的 这个A 这是A 匿名对象被扶证 不会被吸过 不会吸过掉 对不对 这个时候还可以使用匿名对象 其实你使用匿名对象就是M嘛 嗯 F10万种 他是他 因为他提前把那些搞出来 提高提高速度 提高速度了 他就没有必要再调用一次了 嗯 嗯 那那你看他就这么设计的 对不对 OK 这是匿名对象 这样接啊 好了 这一层给他搞完了 OK 下面呢 我们看匿名对象怎么接到这么接 再换一个接法 第四 匿名对象呢 我这么接 我定义了一个M 嗯 嗯 M2 我再定一个M2啊 定一个M2 这个M2呢 我 我已经完成了 戳实化了 这个时候呢 我不再用匿名对象戳实化M2了 我用谁啊 M2 等号给M2 这个时候匿名对象被吸购 就是匿名对象 嗯 因为用匿名对象 嗯 等号给M2 匿名对象被吸购 啊 这个时候匿名对象 因为匿名对象没有转生新对象 是戳实化成另外一个对象了 所以这个时候匿名对象就没有用了 对不对 匿名对象没有用了 匿名对象没有用了 所以说M2就有了 所以说就 呃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就就就就就就修过了啊 匿名对象就修过了 嗯 F7变形吧 哦 这个是M2啊 那些变形吧 ok 那我们调一下这个啊 F7变形吧 F9加段连 各位吧 F11进去 然后呢 这个时候会调用M2 到 有三个的函数 调用完以后呢 这个时候 第一次调用啊 然后呢 执行的各种函数 执行各种函数 我们执行很多次了 这各种函数在看里面啊 执行各种函数 F11进去 各种函数里面会调A 就变量 因为你要返回一个元素 CM1系这帮大姐妹就认为 你要返回一个匿名项 所以说他会产生一个匿名对象 出过多数了 ok 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啊 匿名对象也突然出来了 这样的话 三个对象都出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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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对象出来以后 A是9变量 所以A吸过了 这个时候匿名对象存在的 就匿名对象的全核流 看你怎么去接 这是51行是一种解法 561行又是一种解法 这个时候你把你用匿名对象 戳出完MI 在这个时候啊 F10 F10 会 会 调用这个类的 默认的等号操作 对不对啊 F11 你看他 他 这吸过了 这个时候啊 等号完毕以后 你看啊 等号完毕以后 匿名对象 会调用 匿名对象的吸过函数 马上把匿名对象给吸过掉 这个时候匿名对象就已经吸过了 吧 嗯 吸过完毕以后 再吸过M2 搞定 那这样的话 加上的情况 匿名对象 等号给M2 以后 匿名对象马上被吸过 所以说呢 匿名对象的去和流 结论 在这里 结论一样啊 在看结论二 有关匿名对象的去和流啊 结论二 有关匿名对象的 有关匿名对象的去和流 应该是这样 这句话应该你写在上面去 三条结论 啊 这个也有了啊 这个没有 第一 第二个结论 有关匿名对象的去和流 如果用匿名对象 说实话 另外一个对象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另外 一个 同类型的是吧 同类型的 incase同类型的 同类型的 对象 那么匿名的对象 那么匿名对象 直接就转转成 转成 有名对象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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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匿名对象 等号给 啊 复制吧 复制给 啊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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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同类型的 同类型的 对象 对象 那么匿名对象 也被吸过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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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 对象 马上 马上吸过 马上 被吸过 被吸过 可以 所以说 这两个结论 非常重要 啊 那 这个小点啊 我给大家讲到这里 这个地方有个策略者啊 因为这个地方你学不好以后啊 再学那个操作不充载啊 嗯 肯定有个问题 操作不充载这个地方用了很多 而且呢 还有那个 当佐之 是吧 类百货值当佐之 啊 这段都用了很多啊 嗯 嗯